第四十二届东盟峰会正式在印尼拉开序幕 本届峰会在印尼度假岛屿纳敏巴户登场 包括我国首相纳杜西安华在内的东盟成员国领导人 已经陆续飞抵印尼 准备出席明天开始的领袖峰会 本届东盟峰会的第一场会议 预料和缅甸政治危机有关 成员国预计将再次向缅甸军政府施压 以终止政治危机 第四十二届东盟峰会今天起一连三天 在印尼旅游胜地纳敏巴户拉开帷幕 今天率先登场的是东盟外长会议 星期三和星期四则将进行领袖峰会 东盟成员国的领导人今天纷纷启程前往印尼 不过首相安华下午也在首相夫人 纳都斯里旺阿兹沙的陪同下 率领我国代表团出发 安华在社交媒体上在他启程前 带领现场官员一同祈祷和准备登记的照片 并写道 我国将致力继续在东盟成员国中发挥重要角色 尤其在发展经济社会文化安全和政治方面 我国也将延续昌明精神和东盟理念 努力加深跟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 身为东盟轮值主席国 印尼在安保工作上不敢松懈 纳敏巴赫这个小小的度假岛屿处处保卫森严 海上有海军巡逻 陆地上也四处可见装甲车 科莫多国际机场和领袖们下榻的梅若拉酒店外围更是重兵把守 确保滴水不漏 路透社报道 明天召开的东盟领袖峰会第一场会议 将着重讨论区域政治和安全问题 包括缅甸政治危机 各国领导人预计将会施压缅甸军政府 实施两年前达成的五点共识 以平息缅甸的政治冲突 而东盟使节车队早前在缅甸提供人道援助时预计 预计也会成为东盟峰会的主要讨论点 印尼总统佐克威昨天也谴责这起袭击事件 并再次呼吁缅甸当局停止暴力行为